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虎乘客接连出现 趁紧寻找施主 归还包裹 我的第一报道 您的第一选择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一方 大家晚上好 我是亚迅 牛年牛运到牛年刮牛票 3月5号起 福彩幸福牛 生肖票派奖继续 对取50元10万元奖等的奖金可翻番 是手气就刮福彩 新丑牛挂挂乐 中国福利财票 好了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现在已经是3月7号了 这个3月初 现在气温已经很暖和了 当不少南方城市 开启温暖模式的同时 依靠独特的气候条件 咱们吉尼省的北大湖 万科松花湖 以及庙香山滑雪场 可是超长待机 热度不减 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滑雪爱好者 前来追雪 眼看的是冬季的尾巴 就要溜走了 下面跟着我们的镜头 去滑雪场看一看 这雪地上最后的疯狂 挨挨白雪 玉树穷枝 一场大雪过后 北大湖滑雪度假区 松花湖等滑雪场 仿佛披上了银白色的盛装 耀眼动人 与寒冷的冬天不同 在春季滑雪 可谓别有一番滋味 适宜的温度 松软的雪道 多重优势 让吸雪如今的滑雪爱好者 抓住了冬季的尾巴 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里 肆意挥洒蓬勃的激情 来一段最后的疯狂 中国品质滑雪在吉林 雪漆长 雪量大 气候时宜 是世界著名粉雪基地之一 一个白色的约会 一段温暖的旅程 来吉林滑雪 感受它的大气磅礴 如湿如化 回味它的丰厚底蕴 冷暖交融 独具魅力的吉林冰雪文化 敞开怀抱 等您来 看了刚刚的这个短片 可能很多朋友 现在已经是身未动 新遗远 已经特别着急 来我们吉林滑雪了 别着急 下面有一个好消息 明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 按照全国年节 以及节假日放假办法的规定 明天女性朋友们 会放半天的假 这一天 咱们吉林省内部 分文化旅游景区 也是来了一波 福利优惠活动 这期中就包括了 有滑雪场 咱们看看 长春市图书馆将举办 迎春三月 金国芳华三八国际妇女节系列活动 包括公益课堂 亲子阅读等七大类十七项 把传统阅读与数字阅读相结合 将线下活动与线上活动相连接 苗香山滑雪度假区 也推出女神节特会活动 女性游客三八妇女节当日 可免费滑雪 日场夜场均可 在安图县二道白河镇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峡谷福石林景区 也推出了3月6号至3月8号 持安图县身份证的 所有女士免门票 陪同人员五折优惠活动 同时3月13号至3月15号 持安图县身份证 所有人员全部五折优惠 明天就是这个三八妇女节了 在对所有的女士送上祝福 并表示感谢的同时 我们也是汇总了一组大数据 我们来看看哪些节日礼物 会登上今年的热搜 同时女同胞们又在节日 和日常消费当中 出现了什么样的新动向 妇女节给她送点啥 百度搜索大数据显示 鲜花预定是众多90后网友们的喜爱 而口红则是不少95后 最关注的节日礼物 85后和80后网友 明显更看重礼物的实用性 前者的热搜是扫地机器人 而后者的则是护肤品 除了接受礼物 拼多多的数据显示 女性消费者为自己购制礼品的 月级消费比例也在大幅攀升 在品类上 女装 美装等产品订单量增幅 显著高于其他产品 在区域方面 上海 广州 北京 分裂城市女性消费金额榜的前三名 而在品牌选择上 女性消费者不再集中聚焦国外大牌 特别是90后 00后女性 逛国潮 买国货已成为消费新风尚 靠劳自己的同时 越来越多的女性更舍得在自我提升上花钱 京东数据显示 2020年 女性用户人均购书8.1本 高于男性 很多女性都更愿意选择用书箱来润泽心灵 在各年龄段中 30而已的女性学习积极性最高 当然 不同年龄消费重点也不一样 26岁至35岁的女性最偏好玩具 乐器 36至45岁的女性最偏好图书和教育培训 女性不仅是新消费浪潮的推动者 也是她经济的创造者 天猫的报告显示 过去一年 在天猫上 女性购买全机手套的人数翻了一倍 买走西装的超过80%是女性 而在天猫新品牌中 女性创业者占比达四成 在服饰等行业则超过了五成 在一些新兴行业中 女性的参与比例也是越来越高 以电竞主播为例 来自虎牙直播的数据显示 2019年 游戏主播女性占比为19% 到了2020年 这一比例则达到了26% 在女性游戏主播中 95后占据主流 这些女性游戏主播 每天平均直播时长约为7.8小时 论工作强度并不逊于上班族 你打电话 我们马上就办 我们来看看能帮大伙帮什么忙 最近我们报道了 长春市一些公交站牌的问题 有一些是比如说 停运了三年之久的公交线路 但是站牌依然存在 所以误导了很多乘客 也有一些是站牌出现了一些错误 这不昨天就有网友反映 称长春市吉林大陆公交站的站牌 这标识有错误 而且这错误还不止一个 来看一下都坐在哪 网友反映长春市吉林大陆公交站的站牌 存在四处错误 一是377路方向飙返 二是227路方向飙返 三是227路终点站改成了朝阳公园 而不是虎林街 四是115路和227路已经变成了G115路和G227路 此站牌未进行更改 随后记者也来到该公交站进行查看 正如网友所说 此站牌存在多处错误 也容易给乘客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为了深入了解此事 记者也联系了G227路车队 工作人表示他们已经将此事向上级汇报 随后记者也将此事反映给了长春市交通运输局 说完了公交站牌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安全 最近长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双阳区大队指挥分中心 接到群众报警 说在双阳区通阳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无人员伤亡 民警迅速前往现场进行处置 那到达现场之后发现的车损不是很大 但是事故当中一方驾驶员赵某 有明显的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这份造势涉嫌酒驾 到对方举报你了 我们闻着了 确实有乳味 但是以科学为主 这给你吹 敢做敢当 吹吧 那帅哥憋一口气干啥呢 护士山 护士山那些孩儿呢 行了行了 过去点 好好的 民警将赵某带回大队 在对齐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时 赵某却上演了华氏吹气 阳相百出 吹 吹气 我说一口气 一直吹 我说停就停 好不好 吹不吹他不知道 别断 别断 吹吹吹吹 别断 深吸我去吹 轻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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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断 就差一口 等一下 咱男子的话大丈夫敢做敢为那有啥的 对不对 你这任不死的任我 我这喝酒甚至好爱是他想着想啥的的 现在才想起来 对不对 所以说咱敢做敢当 周旋了将近十分钟之后 赵某在民警耐心的一次又一次要求其配合下 完成了呼吸式酒精检测 当检测的结果出来以后 他明显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 竟然还比起了剪刀手 谢谢 谢谢 别着急 好嘞 这么多 二百三十四 好 追求 有点赢了 我自己赢了 好 经过民警的批评教育 赵某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后悔不已 但老话说得好 早知如此 酒驾时想啥了呢 最终等待赵某的也只能是法律的严惩 经过这个呼吸式酒精测试检测 赵某呼吸酒精浓度就达到了 二百三十四毫克每一百毫升 经过经脉血液化验 它经脉血液中的这个酒精浓度呢 是二百五十四八毫克每一百毫升 行为呢 已经构成了这个 最终后驾驶机动车 同时涉嫌危险驾驶罪 目前赵某呢 已经被我大队采取 行事强制措施 安全生产进一步侦办处理当中 定罪以后呢 赵某面临的是六个月内拘役 并处罚金 同时呢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 这喝完酒之后就别开车了 近日呢 在吉林市火车站 民警发现了一个背包无人认领 结果打开包之后 发现里面的钱呢 还真不少 那么这包到底是谁的呢 最后啊 民警开始了寻找施主 2021年2月27号 民警在安检执行时 发现有一个黑色背包无人认领 民警随即对包内物品进行清典 发现包内竟有一万两千元现金 但是却没有任何关于施主的证件和身份信息 有用 配给你下包 这件事多少钱就完事了 你点一下多少钱都得 民警随后查看了安检处的公共视频 发现一名女士在进入后车室过机安检时 将自己的背包移忘在了安检夷上 随后匆忙离开进入后车室 通过视频中该名女士的铁毛特征 民警迅速在吉林站后车室内进行寻找 最终民警在后车室将遗失包裹的董女士找到 而此时董女士依然没有发现 自己的背包已经丢失 什么董 开始吃饭 这是充电器 然后别人还有个五块钱 在那个厕包 找你找太费劲了 不好意思 但是调完监控我又开始找人 那我找你下你都没发觉吗 没看到呀 行 收了吧 以后注意点 无独有偶 3月1号 吉林车站派出所民警在后车室巡逻中 发现四五检票口前 座位上有一黑色背包 经询问周围旅客无人认领 随后民警将背包带回值班室 经查 包内有价值证和人民币2700元 港币及外币20张 三张银行卡和其他贵重物品 共计价值2万元 民警经工作与施主赵先生取得联系 随后赵先生委托朋友来到吉林所值班室 取回包裹 你知道医师包裹里面都有啥吗 他说有现金2700块 剩下他有没数 你这藏着是给你 还有三张银行卡 我说你给他打个电话 是 我要让我接 是 有三张银行卡 一个驾驶证 还有一些港币 还有一些外币 像纪念币似的 对吧 我们已经拍照录像留存了 你同不同意把这些东西交给他 随后民警拍照留存清点的物品 并与施主通话 何时后派出所民警将物品交给施主朋友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网络刷单就能赚钱 相信很多人都接到过这样的链接 可是真的有这种 无成本就能高回报的工作吗 这答案肯定就是否定的 大家千万别随意点击 近日农安县公安局就发布了通报 提醒群众防范这类诈骗 近日农安县多发刷单类电信诈骗案件 农安县公安局发布警方通报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防范意识 案例一 2021年3月1日 农安县哈拉海镇居民张某某 通过企业QQAPP刷单被骗539元 案例二 2021年2月28日 农安县烧锅镇居民孙某某 使用手机时 收到微信群做任务赚取佣金 在群里点击链接下载了恒生国舰APP 对方以需要做连单任务为由 骗取孙某某10万零800元 警方提示 防范刷单类电信诈骗 要注意以下节点 一 犯罪嫌疑人设置假网络购物平台 要求受害人拍下商品并付款 随后反魂购物款 并按比例支付一定数额的佣金 受害人完成前几单任务后 都会很快收到佣金 二 此时 嫌疑人会以返魂高额佣金为诱饵 让受害人继续加大刷单数量和金额 如果受害人所要佣金 嫌疑人便会以网络故障 所作任务为多重任务等多种理由 要求受害人继续赚款 直到嫌疑人察觉上当 不再汇款时 便会切断与受害人的联系 就此消失 目前 在各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 刷单诈骗案件发案数 居于守卫 特别是大学生等年轻人群体 成为此类案件的高危群体 因为此工作相对轻松 成本低 不受地域限制 足不出户便能获得高额回报 所以吸引了大批大学生 从事此项工作来勤工俭学 大家千万不要从事任何形式的刷单 刷信誉等工作 因为你很有可能被骗 而且刷单本身就是一种欺骗手段 国家反不正当竞争法 以明确规定 刷单行为是违法行为 我们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 美国警方5号公布的视频显示 一名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警察 上个月在执法过程当中 对一名非洲裔妇女使用胡椒喷雾 而当时这名妇女的身边 还有一个3岁的孩子 事情发生在2月22号 警方执法纪录仪拍摄的画面显示 罗切斯特市警察在街上拦住了一名抱着小孩的非洲裔妇女 怀疑她在便利店中行窃 随后这名妇女打开自己的包 并表示包里只有尿布和湿精等物品 警察要求非洲裔妇女连同她的3岁女儿一起上警车 这名妇女拒绝并抱着小孩逃跑 警察追上妇女后给她戴上手铐 期间她的女儿受到惊吓一直大哭 警方在一份声明中称 这名非洲裔妇女在被捕过程中被警察喷了胡椒喷雾 所幸她的孩子当时没有受伤 涉事警察现已遭停职调查 当地时间5号 美国航空公司表示 当天美航一架从迈阿密飞往新泽西州的波音737 MAX客机 在飞行途中发生了紧急情况 之后紧急降落在了新泽西州的纽瓦克 据了解这趟航班的机长因可能的机械故障 在飞行途中关闭了飞机的一个引擎 之后紧急降落 机上95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均未受伤 据美国航空公司表示 故障或有引擎出现油压问题引发 并强调这次意外与飞机自动防湿素系统无关 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将对此展开调查 在2018年的印尼失航 与2019年的埃塞航空波音客机空难中 正是由于自动防湿素软件被错误激活导致坠机 好的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国内 很多人都在关注如何来治理网络诽谤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知名的短视频博主李如如 以及杭州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的当事人吴女士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在过去一年中 网络诽谤案件平发 2020年7月 杭州的吴女士取快递反被造谣出轨一事 引发网络关注 吴女士报警后 警方进行调查处理 对造谣者进行了行政处罚 但处罚并不能使造谣者明显悔悟 他们在录制公开道歉视频时 还与吴女士讨价还价 在这种情况下 吴女士行使自诉权 将造谣者告上法庭 2月26号 杭州市渔航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将被告人 郎某何某涉嫌诽谤一案 向渔航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很多人已经了解到 诽谤罪刑事自诉立案很难 但是现实中其实更多的人 他已经止步于了第一关 就是收集证据 当时我关于我的诽谤的不实信息 通过网络的发酵 已经在全国进行了传播 甚至它的传播范围 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内 即便如此广泛的传播范围 在我最初收集证据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不易的 关于在网络上遭莫名的诽谤和造谣 知名短视频博主李儒儒 也有他的亲身经历 我在做自己的短视频账号的过程中 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有时候在发布一些作品之后 会出现一些负面的评论 当然有一部分是一些善意的提醒 当然也有一小部分 真的是恶语相加的谩骂和造谣 而更奇怪的现象就是 往往这样的评论 会获得很多点赞和跟风 与过去不同 网络诽谤具有传播门槛低 和传播速度极快的特性 而且随着微博 抖音等社交平台的兴起 网民发声越来越容易的同时 也给网络诽谤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甚至一些平台 还有意放纵这样话题炒作 针对一些骂战诽谤 部分平台根本没有尽到通知删除的义务 明星女大学生等特定标签人群的八卦 因为关注度高 平台常常默许纵容 甚至成为扩大伤害的帮凶 而且因为这些行为成本低 维权难度大 社会容忍度高 使得这类行为日益猖獗 而李如如认为 需要加强必要的普法宣传 让普通人能充分认识到 网络谣言的危害 让每个人都能明白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一定要加大犯错的成本 不仅要进行普法宣传 而且要让普通人都意识到 网络谣言的危害 并且认识到网络诽谤 是一定会受到法律的管控和制裁的 让每一个在网络环境的网民 都能够知法守法 并且成为一种习惯 最近一段时间 山东沸县 一位赶大吉卖拉面的拉面哥 在网上活起来了 从2006年到现在 15年的时间里 他卖的拉面 一直保持着3元一晚的价格 从来没有涨过价 然而这位凭借着 善良走红的拉面哥 没开心多久 这烦心事就跟着来了 陈运妇是凉丘镇马蹄河村村民 从2005年底开始 赶集摆摊卖拉面 他和妻子每天开车 带着面粉 案板和煮面的大锅 辗转于周边几个乡镇的 集贸市场 一碗拉面卖3元 只赚4、5毛钱 成孕妇也不是没想过要涨价 但是看着来吃面的这些老顾客 他实在不好意思 三元拉面加上质朴的话语 憨厚的外表 成孕妇迅速在网络平台 凭着善良的心意走红 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拉面哥 然而在拉面哥走红之后 也带来了幸福的烦恼 许多外地网红和视频博主 纷纷涌进他的拉面摊和村里 使拉面哥一家无法正常休息 还严重干扰了村民的生产生活 记者发现 未蹭拉面哥的流量 拉面哥家门口不仅有拍照直播的 还有不少人卖充电宝 卖食用油 在其摊位前 还出现了征婚唱歌送锦旗 贴寻人启事等五花八门的行为 这不仅使拉面哥一家 无法正常生活 影响感激出摊 还导致村里道路交通瘫痪 严重侵扰村民们的生产生活 拉面哥的遭遇并非个例 不少自媒体短视频账号运营者 信奉流量为王 流量是金 逢热必蹭 谁红蹭谁 对此 有专家表示 蹭流量行为 本属于中性的营销手段 但为了经济利益 或提升知名度 以极端手段蹭热点 则往往是以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为代价 很可能涉及侵权 情节严重的 甚至可能构成犯罪行为 近日 多个直播平台 开始打击过度消费 拉面哥的行为 抖音方面 对相关内容进行打击治理 共处置直播间52个 处置冒充拉面哥账号202个 3月2号 快手也发布 关于严厉打击 蹭热点 恶意营销等行为的公告称 快手严厉打击 蹭热点 和恶意营销的行为 对违规用户 进行处罚 好的 我们再来换个话题 一般情况下 咱出门买东西的时候 就怕没带钱 而重庆市民 郭先生说 他呀 是有钱 花不出去 咋回事呢 来了解一下 郭先生向我们提供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一位小吃店的店员告诉他 由于客人不接受一毛硬币的找补 所以他们也不接受顾客用一毛硬币消费 由于经常去附近超市购物 郭先生兜里面攒了不少硬币 有一块的也有一毛的 郭先生跟女朋友拿着硬币 想到超市附近的小吃店消费 不过却遇到了店员的拒绝 难道人民币之间还存在鄙视链 一块就能收 一毛就拒收 郭先生非常困惑 于是详细询问了对方拒收的理由 也就出现了新闻开头的一幕 郭先生说 对于这位店员的说法 他难以认同 然后我是一个消费者 那我有选择权 选择这个人民币去消费是吧 随后记者再次跟郭先生 来到这家小吃店 面对询问 店员的说法依然如故 一毛你不收啊 为何这么收啊 我们掌不住钱 但是我们的 最少都是五毛钱 但是我领导都是五毛钱的 这个东西 没得一毛一毛的东西 虽然郭先生将一毛凑成了整数 但是这位店员 还是拒收一毛的硬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币管理条例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拒收人民币 至于百元大钞 一块的硬币 还是一毛的硬币 只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 就不该被区别对待 记得随后联系了 小吃店的负责人 负责人黄女士表示 她此前并没有听说 员工拒收一毛硬币的事情 这名员工刚刚入职不久 可能是不了解相关规定 接下来会对这位工作人员进行批评教育 五岁男孩悬挂窗外 命悬一线 救援人员火速出警 展开救援 广西山岩崩塌 击中教学楼 师生镇定逃生 上演教科书式必灾 说平常遇到什么紧急 我们就摇这个铃来 这个警报 然后有些摇了铃以后 那些学生就跑出来了 防止人身被盗 安装照相机 身体平安无事 身农却有意外惊喜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咱们再来看一下 本周的新闻盘点 我们都知道 加油站是禁止烟火的 因为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但就在袁小姐当天的晚上 却有长春市民 在加油站旁燃放起了烟花 这一举动把加油员给吓坏了 这是网友所拍摄到的视频 称有人在长春市春城大街 加油站附近燃放烟花 吓得工作人员都不敢加油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 燃放烟花的地点 距离加油站很近 工作人员在站内 没有给车辆加油 而是等待其燃放完毕 记者也来到视频中的 盛祥加油站了解当晚情况 工作人员表示 袁小姐那天没有值班 对此并不知情 随后记者联系了 该加油站的站长 表示前宵节当晚 附近确实有市民 燃放烟花爆竹 对此他们也做了 充足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15民众都放烟花爆竹 但是给我们危险品单位 加油站的压力非常大 从我们领导到下边站长 到班长 我们都在外面守护 咱宗告咱们市民 远离这个危险品 远离加油站 防止出现事故 袁小姐当晚 除了长春市盛祥加油站附近 还有网友转发视频 称在吉林市 长崎北线 北方石油加油站附近 也有市民燃放了烟花 对于加油站附近 燃放烟花的行为 网友们都直呼太危险 并对此行为表示谴责 还有网友建议报警处理 这汽油柴油 本身就是易燃品 遇到火星十分危险 在加油站附近燃放烟花 无疑是在玩火 也是对公共安全的不负责任 所以千万不要这么做了 本周我们还报道了一件挺奇怪的事 大家一到一些营业厅 或者服务大厅办业务的时候 首先要取个号再排队 这很正常 然而如果对方要求 你想办业务 就必须得先下载一个APP来取号 你会做何感想呢 近日有长春市民 前往中国联通爷爷厅 来办理业务时 就遭遇到了这样的一幕 28号我要修改一下 中国联通的一个套餐 聚集了很多人都在那扫码 我问他了 我说必须得扫码 他说必须得扫码 我觉得它这是一种霸王条款 就是强加给消费者 为了推销APP应该取消 或者是说应该给顾客选择 叫个号本来五秒钟就可以完成了 你那无意中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贾先生称办理业务就得取号 而要取号就得下载这个APP 工作人员说 这是他们公司的规定 反复沟通多伦无果 贾先生最终不得不妥协 扫码下载了中国联通的APP 然后又输入验证码 注册账号 再找到取号页面申请取号 花了两三分钟 针对此情况 记者也走返了长春市内 几家联通营业厅 工作人员说 除了扫码下载APP叫号外 也有其他的叫号方式 但是已经用完了 这绕来绕去还是要下载APP 调查中记者在一家联通营业厅看到 如果遇到不会下载的客户 工作人员会帮忙操作 对此记者也联系了中国联通客户 随后记者也走访了 其他几家通讯公司的营业厅 未发现有叫号必须先下载APP的规定 营业厅提供的是线下服务 但个别运营商却在前端取消了线下取号服务 只提供线上取号 说是为了让用户更方便 实际上是不是更方便 只有用户自己知道 作为通信服务企业 理应给客户应有的自主选择权 足不出户半夜 本来是件好事也是趋势 服务商不断的开发这些功能 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更方便的服务顾客 但是通过强制的方式来要求顾客享受这些服务 未免让人有点难以接受 这人都到了现场了 取号排队还非得下个APP 这等于都见了面了 还得用软件聊天 你说这事闹心不呢 本周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 也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经过一个漫长的假期之后 长春市中小学终于开学了 开学了的学生们 这肯定是离不开作业 很多家长一提起孩子的作业 就头疼得不行 原本的作业是留给学生的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些作业开始演变成了家长的作业 一些80后和90后的家长吐槽 上学的时候得写作业 现在毕业了生玩了 没想到还是要写作业 如今批改作业一事 教育部长春市教育局都做了明确要求 这段视频录制于去年年底 因老师要求家长批改作业辅导功课 导致家长怒退家长群 并指责老师不负责任 压垮成年人只需一个家长群 加班加点回家改作业直接崩溃 类似的问题引起了众多家长的共鸣 关于家长该不该批改作业这一点 在新学期长城市教育局也对各学校做出新要求 坚决克服机械的无效的作业 杜绝重复性的惩罚性的作业 严谨在我们的微信群QQ群里 或依赖其他的电制产品布置作业 不得给家长布置或者变相布置作业 不得要求家长检查和批改作业 消息一出家长讨论热烈 大部分家长表示支持这一做法 给家长减负很有必要 我觉得压力挺大的 然后还得去挣钱呀 然后你说可能就不能时时刻刻都陪孩子 大部分责任就我觉得还是在老师吧 因为我觉得我们上学的时候 没有就是现在现在这么麻烦 我觉得这事挺好的 因为家长检查呢 毕竟是老师不知道孩子掌握到什么程度 老师批改呢 能了解孩子的真正的学的掌握了多少 然后呢能针对孩子不会的认真的讲解 然后孩子呢也就是能提升很多 说完了作业 咱们再聊聊学区房 最近呢有网友反映 某房产中介在朋友圈发布了 负中负小九年联读32评 受268万的消息 引起了广大家长的关注 算下来呢 这套学区房单价竟然达到了8.4万元每平方米 可谓是二手房里的贵族了 那么长春市的学区房啊 究竟平和而贵呢 来看记者调查 记者随即走访了两处名校附近的房屋中介 在中介公司的门口都放着再售二手房的信息 信息中房屋的单价非常高 便宜的将近每平方米3万元 贵的达到了每平方米6万多 不小的身价是大概2万左右 有没有能够小负中的两个人 有 像这个 这个 东北那个长春工程学区二的 对 我是 对 42平 这个是总价对比的 因为它面积也小 单价就高一些 12这个多少钱呢 正常价位2万89 离学近一点的 就是路上好一点的 需要贵一点 3万左右 面积大小 面积大的单价便宜 总价高 面积小的就单价贵 总价低 记者查看了多个购房网站的数据统计 显示近几个月 长征市二手房的平均价格 均在9000余元 而学区房的售价 与均价相比 翻了可不止一倍 学区房没有掉价的 都是往上涨 上富小之前有预计 它是稍微往下浮动的一点 但是也不太大 因为咱还是都是买学区 不是在买房子的 学区房米掉价 学区房非常坚定 别的房掉价了 有道理 别的房掉了 卖卖绝对掉了 学区房的价格从每平方米 两万八九到六万四千余元的都有 那么为啥同为学区房 身价去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记者从房屋中介组得知 影响学区房价格的因素 主要有两点 一是房源的多少 二是学区的知名度 这个学校教育质量肯定不一样 十大富中富小可能是好一些 明德小学就是 比富小低个档次吧 低个档次啊 然后在小学的话 就是外国语吧 初中的话就是 还是十大富中是最好的 初中之后 咱还有就是那个省实验 省实验之后就是 最后大陆那边九十周 对 然后再就是解放 那就是说 挂的学校越好 房价越贵 对 记者在网络上 以长春中小学校 排名为关键词搜索 发现有很多网站上 都列出了 长春市内学校的排名的情况 虽说这排名未必严谨 但通过附近学区房 价格与其对照后 您会发现 学校的排名越是靠前 附近学区房的价格 则越是昂贵 这每平方米 六万四千余元的房屋 所在的学区 便是这排名 稳居榜首的 师大富小及师大富中 学区要是提前三年买房 不过你当年今天买完了 今天就能上的 都提前买 没有说赶孩子上学要买 上不去 总不做这样 我买完了被他打手 我都没有地方 那不能 只要是您提前买的 像我们这边基本都能上学 显身证 你得顾客做完一年 这是第一 然后咱到时候会有一个家房的检查 看咱到底是不是住这个房子 这个咱到时候就把房子 简单手揉一下 搬点家具啥的 就显示咱好像在这住过就行 然后它会检查你一个 就是半年的水电票的 水电票的 正常的话都能整 谁检查呀 学校里面出人检查 检查通过了 我们就可以在学校上 因为市场的扭曲 再加上教育发展当中 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学区房问题 就变得年年热议 却年年无法得到解决 那么若想缓解 或者解决这种现状 该从哪里入手呢 各地的政府呢 都在为此做出积极的努力 我想有这么两点 还是应该可以继续深入的去实践 一个呢就是要有效地调供 房地产的这个市场 真正地做到房住不炒 那么呢 不让市场扭曲的炒房行为呢 导致这个学区房的房价 越来越高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要加快发展教育 通过教育的发展 来消弭教育发展当中的 不平衡的现象 解决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 关注完第一盘点 接下来是第一报道 联合近日头条客户端 推出的头条热榜 先来看几条 咱们省内的热点 前几天呢 网上有段视频 一位年过花甲的老爷爷 凌晨四点在龙家机场 送自己的孙女远行 离别之后呢 老人是依依不舍的背影 让人看着心生感慨 有工作的地方没家 有家的地方没工作 他相容不下灵魂 故乡按不了肉身 从此便有了漂泊 有了远方 有了乡丑 这个行为 就是对恋恋不舍的一个诠释 网友看到之后呢 也都是有话要说 这些网友说 想家人每次离别 都希望下次团聚 能早一些 确实啊 暂时咱们出殡在外打拼嘛 也是为了家人嘛 下面这些网友说 每次一进站啊 回头看见父母 眼泪就流下来了 确实这样的情况呢 亚训也发生过 所以说 孩子在外面要多努力点啊 不要辜负父母的希望 下面这些网友说呢 目之所及啊 全都是爱 家人呢 是我们最难舍的一个牵挂 如果可以的话 咱们多陪陪他们 别让爱留下任何的遗憾 接着往下看啊 下面这条呢 是在永吉的一所学校里发生的事儿 学校一老师为自己 班级表现平平的一个小男孩 颁发了最具期待小明星奖 男孩领奖之后呢 激动了 流下了眼泪 你离我近点来 你告诉你 为什么流下了眼泪呢 啊 为啥呀 李洪瑞同学 在2020-2021学年度第一学期 整体表现平平了 但是老师 这么坚信 你会变得更好 特别听为最具期待小明星 请接简状 你把这小意思激动点啊 啊 大声告诉我刚才你跟我说的话 我能变得更高 我能变得更高 咱们来看看网上大家的留言啊 这网友说 温暖的老师给孩子前进的方向 也给了努力的动力 期待成为一个很棒的小明星 这网友说呢 老师的鼓励啊 可能会改变孩子的一生 确实这个孩子从这一刻起啊 知道自己是被期待的 我想他一定会更加的努力的 这网友说 好老师啊 值得表扬 确实是啊 这个孩子擦根眼泪之后呢 目光里发现有一道光了 老师这样的小鼓励 就保护了他敏感的自尊 给了他加油的力量 明年他一定会是那颗最闪亮的明星的 好 再接着往下看啊 接下来看一下咱们国内 都有哪些网友热议的事情 近日山东自博的一位老人 连续十天给89路公交司机点外卖 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身份和住址 3月3号的早上呢 司机又收到了一份外卖 并且附带了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啊 这是最后一次给你们点外卖了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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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这个短短的视频之后 让人感觉鼻头 这份质术 所以也让人感觉鼻头发 来说一下我反应 感觉鼻头 就让他们把头发 好 安静 上面我想请三个老师上台 请欧萨处老师上来 请泰晶晶老师上来 请刘海燕夫校长上来 请甜甜老师上来 短理时间短理时间 短理时间 好短理时间 这是我们学校的四位美女老师 大家说是不是 请所有同学看看他们的头发 如果我们的头发不是其极端 很奇怪的发型 像这几位老师一样 我觉得只要漂亮未尝不可 但是一定注意 头发该扎起来的要扎起来 请所有说认真地考虑 认真考虑 你看这四位老师都漂亮 就是我们的形象 好吗 真的是感觉人心沸腾 看看大家怎么说 这些网友说 不搞一言堂 不做一刀切 值得提倡 确实是一个很棒的校长 而且很贴心 我相信大家 有了这样的校长 也会很有凝聚力 学习会更努力的 这些网友说 说出了女孩们的心声 这校长真是不错 确实每女孩子 都希望能遇到这样的校长 还有这些网友说 还是短头好打理 早上上学 节省时间支持短发 看来这是一个直男 其实我告诉你 这短发需要天天洗 长发扎一下就行了 可能一周一洗就可以了 我们也是坚信 学习好坏肯定是跟头发长短 是没有关系的 正确引导孩子们的审美观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美誉教育 也是不可忽视的 好 再来看今天的最后一趟 近日江苏昆山交警 接到了一名男子的报警称 在过马路的时候 被一辆车给撞倒了 这辆车不仅是撞了台 还逃逸了 可警方调查之后发现 真相让人十分意外 男子酒醒后看着自己的表演 也觉得不好意思 我当时不是喝多了吗 我跟说我车子过去了 喝多了当时不知道 怎么回事来是吧 对 然后一看多的是 我碰人家他也碰过 然后走了 现在认识到错过了没有 那肯定也是错过了 没当着报警的时候 脑子是混乱的 这个演技还是够差的 看看网友怎么说 这网友说 自己报警 把自己给抓了 确实 所以咱们喝酒 不要再接受瞎逛 这网友说 一场精彩的表演 这精彩 我觉得必须得 打一个双引号 这网友说 红车车主 我当时害怕极了 别说 谁遇见这样的情况 肯定都害怕 随后交警对董某 也是进行了批评教育 并对其妨害 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 也是进行了罚款 这事还是给大家 得提个醒 饮酒 咱们得适度 任何时候都要牢记 安全第一 好 今天说到这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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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我们是公共新闻第一报道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接下来是第一报道 与中国公共电视新闻网合作的国内各地的新闻 最近在重庆 一段行车记录仪拍摄到的画面 引发了大家 对孩子上学路上交通安全的关注 那教训警希望借此来提醒孩子们 以及他们的家长们 这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 不要随意横穿马路 事故发生在大渡口区荣华街 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显示 三日上午七点半左右 一名年约十岁的男童 来到距离荣华街 与翠百路相交的十字路口附近 在距离人行横道线不到十米的地方 为了尽快通过马路 他没有选择走前方的人行横道线 而是选择从停车带行的车辆缝隙间穿行 结果一头撞上对向车道一辆 缓慢驶来的小车 他再往前走十来米的样子 就是斑马线 他没有选择去斑马线 而是直接横穿马路过来了 所以当时一个小车 还行驶速度比较慢过来了 他是从车辆的缝隙中穿过马路 所以导致交通事故发生 民警说 小男孩如此横穿马路的行为 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鬼探头 孩子被撞到之后 马上就从地上爬了起来 一瘸一拐走到小车驾驶室位置 司机连忙下车查看情况 庆幸的是 那个小车的速度并不快 如果速度很快的情况下 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 当时那个小孩被撞到以后 去医院检查并无大碍 希望广大家长和老师 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提醒他们遵守交通规则 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这同样发生在路面上 最近在北京古楼外大街 一辆电动三轮车呼啸着 就向民警逆向驶来 这辆车上总共载着五个人 太危险 下车 去哪儿啊 去什么 30秒 中午12点多 在朝阳区古楼外大街 一辆五人骑程的电动三轮车 逆向行驶而来 在路上骑车守规则 交通法要规则 要右侧顺向行驶 知道吗 要知道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这么走属于逆行 明白吗 看见大家伙 现在都是这么走 明白吗 第一个要顺向行驶 第二个 这个三轮车 不让拉这么多 这是拉货用的 不是拉人用的 它不是 它的用途不是载人用 这不是他们说 这走一秒的 跑到慢 不允许 听明白吗 人想多 自己想办法走上去 坐工程车去 但是逆向行驶 跟你交通法 对于出于200元 不计分的处罚 面对处罚 三轮车骑车人 面露难色 连忙求情 强调自己 刚到北京 这跟你什么时候来 没关系 在你老家 也不认识逆向行驶 也不认识厂工程 这是最基本人 每个上路人 都应该知道的 据了解 骑程电动三轮车的 五个人 都来自于一家保安公司 他们的职业 就是为了守护安全 可逆向骑行上路 却严重影响了交通安全 希望大家提起重视 守法出行 接下来是一个 紧急救援现场 在山东烟台龙口 一名小男孩 头卡在了防盗网上 身体悬在窗外 随时都可能落下来 上午八点 烟台龙口是东来街道 一居民小区的五楼 只见一小男孩 双手把住窗户防盗网 整个身子悬在空中 不停摆动 随时有坠楼的可能 情况十分危险 拿开左 开左借 快点 接到报警后 龙口市消防救援大队 立即赶赴现场救援 男孩独自在家 消防员迅速利用开锁器 打开了防盗门 来 跑住了 进房间 进房间 松手 松手 接个手 消防员迅速把男孩 抱回屋里 一边安抚情绪 一边检查男孩 有没有受伤的情况 弄在手里给他喝 快 一勺弄点水 给他查一会儿 我看一下 来 看一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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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了 孩子 看到这儿 我的心里都跟着紧张起来 经过检查 这个孩子并没有大哀 消防员和派出所的民警 也及时通知了孩子的家长 据了解这小男孩五岁 当时是自己在家 自己就爬上了窗台 想想真是太后怕了 我们待会儿看看 刚才如果说这孩子没抓住 这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说这么小的孩子 家长尽量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 除此之外 平时也一定要对孩子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 以免发生刚刚我们看到的这样的意外事件 那说到意外下面 我们要说的这事也挺惊险的 3月4号的上午 广新四把镇龙马村小学 发生了一起突发性的严实崩塌 在落实砸到教室之前 全校的全体教职工 仅用时50秒就安全有序地 撤到了空旷的操场上 上演了一场教科舒适的避灾 应该是8点20左右吧 然后突然有一种轰隆轰隆的声音下来 我也当时情况非常着急 我也不知道这声音是爆炸声音 还是地震的声音 反正我就觉得这个声音不正常 我第一个时间就反映说 孩子们跑出去跑出去 龙马小学背靠山体 险情发生时 学生们正在上尘读课 听到有少量碎石垮落的声音 学校老师反应迅速 有序地组织学生撤离教室 我跑到一楼的办公室 然后拿起那个铃 平常我们做地震演练 我说平常遇到什么景气 我们就摇这个铃来 这个警报 然后有些摇了铃以后 那些学生就跑出来了 师生们刚刚安全撤离出教室 一块巨石随之滚落 砸穿了一年级教室的墙体 不过由于撤离及时 全校师生成功避险 未发生人员伤亡 目前学校也正在积极组织 对学生的安抚工作 这次教科舒适的撤离 离不开平时的训练 据了解 校方曾经多次组织师生 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演练 提高了大家对于自然灾害 和突发事件的应急自救 和互救能力 对于老师和同学们的迅速反应 作为校长 我们内心感到十分的欣慰 说明我们平时的安全教育是有效的 今后我们学校将继续加强安全教育 增加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 险情发生后 当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也火速赶往现场 据了解 此次地质灾害属于岩石崩塌 具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 对于学校的处置应对 专业人士也忍不住点赞 我们经常用猝不及防 来形容一些意想不到的突发情况 最近在四川内江市 一个幼儿园里传来了一阵哭声 正在安排小朋友们排队的老师一看 发出哭声的小男孩 紧紧地贴在旁边一个小朋友的胸口处 原来这个小男孩的下眼皮 卡进了旁边同学上衣的拉链里 看着痛苦不已的孩子 老师赶紧报警了 小男孩的右眼眼皮 夹在一旁同学上衣的拉链里 120医护人员将两名小朋友稳固好 以防小朋友乱动 拉伤被困小男孩的眼皮 仔细查看了小朋友被卡的情况 内江消防的救援队员 决定用剪刀整体剪开 另外那名小男孩的外衣 将两个小朋友分开 消防队员小心地操作剪刀 防止动作过大 拉伤小孩的眼皮 据了解 事发当时小朋友正在排队 没想到孩子下眼皮 会卡到同学的拉链里 老师赶紧报警求援 消防员将小朋友外衣的后背剪开 然后慢慢地将衣服拉链的位置剪下 经过近十分钟的紧张救援 消防员将两名小男孩成功分开 120医护人员将衣服拉链固定在被困小男孩的眼皮上 将男孩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这个还是挺意外的 希望这个小宝宝没什么事 我们再来换个话题 我们来想象这样的一家咖啡店 说这墙上有一个洞 不时就有熊爪子从洞里送出美味的咖啡 这样独特的咖啡店您见过吗 最近被于西安的一家咖啡店吸引了不少 喜欢新奇的年轻人前去打卡 那么这家咖啡店究竟有什么特别呢 来到这家咖啡店 首先就被门口巨大的熊猫画像所吸引 整间咖啡店没有大门没有桌椅 就是一面水泥墙 以及墙上一个不规则的洞口 顾客只需对着墙上的二维码扫码下单 不一会儿就会有一个毛茸茸的熊爪 将咖啡递到顾客手中 零交流也能成功喝到咖啡 这样新奇的售卖方式 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尝试 记者了解到熊爪咖啡 最初是在上海 由三位聋哑人担任咖啡师 他们通过一堵墙一个熊爪 让残障人士更好的服务社会 同时也为残障人士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除了对待残障人士的温情 面对顾客质疑的咖啡店 没办法看到营业资质 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征兆齐全 下一步将把这些征兆信息 添加到咖啡店的公众号里 通过扫描二维码的话 可以在线下单 然后可以注册会员 下一步的话 是要打算把相关资质 加到按维码里面 大家下单的时候 是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 让大家放心 在湖南 有两个小男孩偷偷地给消贩员叔叔送奶茶 结果他们得到了两份厚礼 有多厚呢 有几十套练习册那么厚 而在湖北 有两个小男孩徒手擦掉了红绿灯上的血和冰 让红绿灯重新闪烁 相关部门也找到他们 给了他们奖励 孩子们能擦掉红绿灯上的积雪和冰 是因为这是个临时红绿灯 比较矮 当时呢 两个孩子要去做核酸检测 路过这个路口 我走到那儿 我就嘴口说了一句 我说你看是红灯还是绿灯啊 我也看不出来 我闺女在车上 我妈妈 我们下去擦吧 那个擦到之后 行人就能看见红绿灯 就不影响正常行驶了 我说可以啊 两个小朋友爬到红绿灯上 徒手擦掉了血和冰 这才回到车上 两个小朋友都读五年级 男孩叫做孙明泽 女孩叫田一美 公益机构 给予他们五千元的奖励 最近得到奖励的 还有湖南邻里的两个少年 这两年啊 经常有人给当地消防员 点外卖送奶茶 表示感谢尊敬之情 这天呢 两个少年为邻里的消防员叔叔们 送上了几杯奶茶 然后撒腿就跑 不过附近的监控 拍下了他们的样子 消防员叔叔通过社交平台 对他们表示感谢 而且还准备送上一份厚礼 这份厚礼 真的厚啊 厚厚两套练习题 嗨 两个小伙子 我就是那间上口的消防员 谢谢你们俩送来的礼物 我们给你的礼物也准备好了 你看 准备的时候 方便过来啊 网友们开心的评论呢 消防员叔叔这份礼物 太厚实了 这俩少年也很快被找到了 是一对表兄弟 不过目前只有弟弟 还在邻里 获邀 走进了消防站 然后拿到了自己的奖励 你知道我们要送给你的礼物 是什么吧 对吧 接下来啊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进网红 他之所以在网络上走红 是因为他拥有一身的好功夫 像武术套路啊 运动搏击啊 双截棍啊 极限特技啊 那都是他的强项 而大伙一定想不到 对方啊 是一个只有七岁的小姑娘 这条短视频在网络上收获了 四千多万的播放量 和一百七十多万的点子 画面中这个天赋异品的小女孩 名叫杨子玄 今年七岁家住溜盘水 通过多方联系 记者在小子玄平时 训练的武馆里见到了她 小子玄的妈妈告诉记者 女儿从小就喜欢 挑战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因为小的时候啊 就特别喜欢好动 老是坐不住 自己走着走着 都会忍不住 不知道在哪里学的 臭手饭这些 还有斗力啊 头发在地上 然后脚搭在冰箱里面这些 那时候我们觉得他很有天赋 然后他自己在家 自己都会下一下腰啊 或者是一下腿啊 可能三四岁就会了 发现孩子的天赋之后 小子玄的爸爸妈妈决定 让他接受正规训练 于是小子玄被送到 武馆学习武处套路 很快这个散发着光芒的小女孩 在众多娃娃中脱颖而出 我就发现她的体质特别好 能跑能跳 反正各方面 给我感觉就是特别出众 为了充分挖掘小子玄的天赋 让她拥有更好的发展 在上教练和家长共同商量后 小子玄又开始学习起了极限特技 我们这边主要教的话 就是一个确定极限特技 它是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 它包含了武术体操跑步 结果一系列的元素 比较有挑战性还有观赏性 它是对这方面非常有天赋 吸收率比较强的一个小女孩 然后在童年人中 属于那种什么 佼佼者 从小就喜欢挑战高难度动作的小子玄 在这里更是释放了无穷的能量 她不仅表现出了不认输 认性强的优秀品质 那些同龄人无法挑战的动作 她都能够轻松完成 每当小子玄成功做完一套动作的时候 她的脸上都会露出可爱的笑容 陈教练说 一开始她也只是想把小子玄 平常训练的内容 记录下来发布到短视频平台上 没想到大家除了喜欢小子玄的一身绝技 还爱上了她治愈的笑容 除了她的技术之外 就特别喜欢她的笑 就是说她是什么 全等于这个笑容是最治愈的 每次她另外的动作或者突破 都会跑过去击掌 然后拥抱干啥的 就特别的在那样 就像个小精灵一样 尽管现在只是在网络上受人喜爱 不过有这样的天赋 再加上刻苦练习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小子玄一定会在更高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继续来看新闻 前几天一条洞北虎带娃溜弯的动图 在网上广泛流传 也得到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我们记者也与拍摄者 浑春的谷先生取得了联系 具体情况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动图的拍摄者 古先生是浑春式的一位生农 当初为了防止有人偷生 他在身地里安装了八个照相机 没想到这看身护身的照相机 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照片前世 两只野生东北虎一大一小 一前一后 一边散步一边四处张望 虽然没有视频 但古先生把照片做成了动图 重现了东北虎的威武霸气 据古先生介绍 照相机安装了四五年 人是一个没拍到 野生动物倒是没少拍 另外黑熊野猪狐狸 花蜜鼠等野生动物 也是经常逛过他的身地 这里艳然成为了一个动物园 而这一切都源于生态环境的改善 我冲锋二十多年来 就是以前的那个路 也就是三至五十算多的了 现在你要是一看一看 就是十至二十时以上 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地人说已经恢复到 七十年代以前了 这些野生动物 已经恢复到以前的那个样子 哎呀 看着非常开心 带动三一人参与冰雪运动 尤其是让更多的青少年们 接触冰雪 爱上冰雪 今天下午 吉林省百万青少年上冰雪 冰上项目推广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在吉林省速华馆举行 此次百万青少年上冰雪系列活动 涵盖了速华 短道 花样 冰壶 冰球 等五个项目 省级活动分为雪上与冰上两部分 三月七号下午 在吉林省速华馆启动的 冰上项目推广活动 由四个部分组成 一是对初学者的体验活动 他吸引他来参与冰雪运动 第二是对有一定基础的青少年 我们班的短训班训练营 这样让他的水平更提高一层 此外 还面向中小学体育教师 体校和俱乐部教练员 开展基础教学培训 并且面向适龄青少年 组织U系列比赛 进一步提升青少年 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 短道 非常的喜欢这个 然后练我就学了 学了一年多 我们是专业的训练 就是我们就最开始练的是轮滑 然后练完轮滑 就是练好的时候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球队 我和朋友更加自信 还有也是锻炼身体 就是健康 非常喜欢 我觉得首先我是很高兴 能看见有这么多青少年 来喜爱或者参与冰雪运动 然后我就回想到 我小的时候 完全没有这么优越的训练条件 孩子们喜爱这个 他就会坚持下去 据了解 冰上项目系列活动 将在未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利用每周的周末分期分批举办 省及各市州体育部门的华冰馆 长期为青少年业余训练 提供免费开放时段 雪上项目推广活动 将于年底 在长春市庙香山滑雪场举行 在辞旧迎新的美好时节 来自阿勒泰地区的100名志愿者 在长白山开启了 第二阶段培训活动 活动从礼仪 滑雪 衣物 和服务等方面开展 我们了解一下 助力北京冬奥会 正当2022年北京冬奥会志愿者 那我现在来到的位置 就是长白山的培训基地 由新疆阿勒泰地区征审的100名志愿者 将在这里进行为期7天的第二阶段培训服务 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将于2022年2月在北京举行 正当2022年北京冬奥会志愿者 培训活动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新疆阿勒泰顺利开展 吉林省派区的专家和老师 在培训中从500人选拔出 100名优秀的志愿者进行第二次培训 以前我也是一名运动员 所以我就挺想参加志愿者 我们能在吉林省 那个志愿者培训讲师团的带领下 能更规范跟系统的进行志愿者的培训 我们作为医疗救护者 能更好地保障冬奥会 为他们保驾护航 我感到万分的荣幸 同时长白山第二阶段培训完成后 还要从中筛选大概30人到50人 进行第三阶段培训 最后选拔出优秀的几名同学 参加北京冬奥会 代表阿勒泰地区的志愿者选拔 我们吉林圆江强子 就是想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 为阿勒泰地区冰学产业的发展 贡献咱们吉林的力量 再接着往下看 三八妇女节临近 为了展现广大妇女和家庭 发挥经过力量的独特作用 长春市二道区召开 百年百人时代女性表彰大会 一起来看看 核酸检测从疫情爆发到现在 一直在确诊新冠肺炎的诊疗过程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核酸一线检测人员毫无疑问 也就成为了距离病毒最近的人 李鸿宇是长春市二道区人民医院 PCR实验室的主任 尽管工作繁忙辛苦 还有被感染的风险 但她干劲十足 工作认真 从没有过一句怨言 近日 李鸿宇也被长春市二道区 评为三八红旗手称号 目前为止 已经累计检测了核酸病毒样本 累计约5万份 其实这个荣誉不止属于我自己 我们实验室所有的人都参与了 包括这次旺奎县的疫情的输入 所有的阳性样本 都是我和我的同志们 一同检测出来的 和李鸿宇一样的优秀女性工作者 还有很多 近日 长春市二道区表彰了 妇女工作先进个人 优秀妇女之家 文明家庭 三八红旗手等 先进组织和优秀个人 她们的赤城奉献 道出了新时代女性奋进的试点 我们社区的话 女性占比大概是在87%以上 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问题 一个状态 但是大家也都克服困难 真的是在整个疫情期间 征熟任务中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掉队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说 说苦 说累 真的是全身心奉献到了社区工作中 在吉林浑村 圈河边检站的边检警花们 也用他们独特的方式 欢庆三八妇女节 凌晨迎着第一缕曙光 2021年1月份 刚刚分配到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 五名边检警花 早已穿戴好警务装备 精神十足地走向执勤卡点 即将开启他们新一天的执勤任务 能在边防国门为祖国站稿之前 我们感到很有意义 同时为迎接三八妇女节的到来 吉林圈河边检站 还与浑村市团结社区 开展了赢党的生日 斩金国风采主题庆祝活动 此次活动 让女警们和少数民族女群众 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这是一个纷乱的年代 我这个人见到日本鬼子就眼后 这一块 我还干掉他们的个大错的 这是一个传奇的年代 大战火升红乱世 当身带宝剑行侠仗义 那才叫爷们 杀汉间斩入后 危乃时货挺身而出 我在什么的时候 我在什么 没有功 哪来讲 百战天狼 公共新闻通道经典战法剧场 今晚开始播出 东北人的幽默千千万 这里的特色你得看 大东北小客套 欢迎来到 天笑天笑 带劲昏弄 咱游秀游料 就你们老看啥都 这样了还唱呀 还真吵死我了 话题嗨爆 咱啥都敢咯 那是乌老吗 那是老老 嘴拉伙步 赶走你的五米三冬 你把嘴给我闭上 每周日下晚9点55分 老铁们你又不休 我全都给你吐休 牛年牛运到牛年刮牛票 3月5号起 福采新丑牛生肖票派奖继续 对取50元 10万元奖等的奖金可翻番 是手气就刮福采新丑牛 刮刮乐 中国福利彩票 那节目最后呢 再次提醒各位 正在我们公共新闻频道 热播的传奇抗战大戏 热血勇士 今晚将播出 36到38集大结局 在今晚的剧情当中 这杨虎威死于白龙飞之手 让身体不万分非同 随后告诉高丽风 20多年前 赵家的灭门残 正是白龙飞告灭造成 那么更多的精彩剧情 希望大家关注我们 今晚的经典绽放剧场 热血勇士